Hello,我是Renee 我是Bachelor of Journalism Year 2的學生 我同時亦都是2022的JuPAS考生 我會選擇這個系統 是因為我覺得做了十幾年的試卷 然後去背一些Model Answer 我去到大學的時候 我想要一個比較交流的系統 然後我可以不用再不斷操卷 然後背答案 所以我就選擇了這個系統 去我的Ben A1選擇 我覺得這個系統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一個靈活性很大的系統 BJ是要求我們要取得一個雙大學 和將和十全無關的領域都可以 我自己就雙大學了Sociology 這個也是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我們不單止是可以讀這個系統 要讀的東西 同時亦都可以在其他學院 那裡去選擇一些有興趣的地方 去繼續鑽研 還有在課堂安排上面 我們都很稍微 就是不需要我今天生日 一定要讀些什麼 我可以自己去 有我自己的Time Table 去選擇讀些什麼 怎樣去過我的YouLive 所以這件事是最吸引我的 最有挑戰性的就是我們的課程 是叫做報告和書籍 我們上課後 就要立即去訪問一些老人 還有很大機會 都會被人拒絕 這件事就需要很大的勇氣去做 不過同時都培養到我們和別人說話 去到應該是最多人關心的讀書籍的出路問題 那時候亦都是我最大的關心 不過這個program就很好 它一定要我們有至少一段的實習經歷 以及也都提供了career council 是專門是forBJ的同學的 我自己就是不太確定 一定要去newsroom做的 那我就對communication比較有興趣 我就佈了一份public relations的intern 那我平時是負責去寫一些press release 然後幫不同的brand去做branding 那例如有時候會有一些b2c的brand 那它會有event要搞 然後有時候還會去請一些很出名的明星 那我也會需要到場去協助event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我可以同時運用到我平時在學學的東西 但是我亦都可以去接觸到不同的人 out of office這樣去做事 是挺有趣的一個實習經歷 我覺得入到大學和進入了這個communication 道向的program 我覺得一定要不要怕去認識其他人 嘗試去融入這個coach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很多不同的同學的背景 然後跟他們去交談的話 是大家真的可以做到close friend 然後keep in touch 然後你會share到很多的資訊